女人被当众剃光头发 扒光衣服还被贴上德国老当夫的标签 尤皆是重 全因这些女人曾和德军谈情说 爱有的还生下孩子 马德林正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位 她独自带着孩子在诺曼底生活 她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 儿子则异常调皮 这天她差点跑到海水深处 幸亏一个男人将她抱到安全的地方 她是弗朗索瓦 她家境优渥来这里度假边学习边准备考试 她因小儿麻 她避免于参军避免了那场战争 马德林则聊起丈夫战死留下 她和儿子在小镇生活 中午马德林就看到佛朗索瓦出现在餐厅 她点了两杯香槟要马德林和她一起喝一杯 虽然工作期间并不许喝酒 然而马德林还是躲开经理和她干杯 庆祝了他们的偶遇 下班后佛朗索瓦在门口接她 她是索邦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学生 父亲在北部进一家纺织厂 父亲并不喜欢佛朗索瓦 还让哥哥接手了纺织厂的经营 他家在海边有座别墅 他每个夏天会来住两周避暑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每天都会在海边遇到 直到这天佛朗索瓦来告别说自己要回巴黎 他就像从未出现一样消失在马德林的世界 之后马德林时常注视着海边佛朗索瓦家的别墅期待 能再次遇到对方 他明明知道这样的富家少爷 怎会喜欢一个带着孩子的女服务员 他渐渐忘却了这段没有萌芽的爱情 这天佛朗索瓦突然出现在他工作的餐馆 马德林讨厌他的不辞而别 佛朗索瓦解释我的离开 只是去巴黎处理一段不合适的关系 这次分手对我的打击很大 马德林坦白其实丹尼尔的父亲是名德国军人 他被派遣去东方战役后就不见踪影 马德林回忆起当年的不堪 我被剃头游街 父亲觉得我丢人将我赶出家门 我现在就当丹尼尔的父亲已经死了 佛朗索瓦根本不在乎马德林之前的感情经历 他们注定就应该在一起 马德林被这通表白感动 孤儿寡母的生活枯燥乏味又苦闷 马德林未曾和别人提过他的经历 他只希望丹尼尔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 不受白眼正常长大 很快两人举行了婚礼 正到马德林沉浸在幸福之中时 却不见了丹尼尔的身影 他跑出教堂才在河边看到小小的丹尼尔 可晚上洞房花竹叶马德林 画上娇艳的口红不如卧室时 佛朗索瓦却说自己想吐 他马上起身去卫生间呕吐起来 新婚业就以这样的方式草草结束 丹尼尔收藏着父亲的照片 他不想跟着佛朗索瓦改姓 那样以后父亲一定会找不到他 佛朗索瓦送给他一个怀表做礼物 正如婚前所说 佛朗索瓦从未看不起这孩子 而是将他视为挤出 送马德林上班后 佛朗索瓦却看到一个诡异的身影 他立刻躲在窗帘后面 生怕对方看到自己 似乎佛朗索瓦一直隐藏着 难以告人的秘密 晚上马德林回家 佛朗索瓦拿出一份报纸 说这里有意聘请我们 报纸上是位于鲁托鲁的罗迪耶总会 那里是美军空军基地 客人都是美国大兵 佛朗索瓦说我会英语 你提供服务 我们是完美的拍档 我可以白天写论文 晚上和你一起工作 但马德林却连那个小镇名字 都未曾听过 何况这里还有稳定的工作 他很喜欢海边惬意的生活 突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响起 一个男人在门口 叫着佛朗索瓦的名字 佛朗索瓦说他是个神经病 是我的大学同学 他妒忌我的生活 我的教授不接受他 他就拿刀威胁我 马德林才意识到 他们的感情进展不快 他压根不了解佛朗索瓦 这天两人背对而眠 然而佛朗索瓦对家庭 还算是个负责的丈夫 他送丹尼尔上学后 就在家中学习准备论文 马德林则全新工作 承担家用等待佛朗索瓦学业有成 这天清晨 马德林收到父亲去世的来信 他们一家人来到父亲的坟墓前 父亲葬在母亲的坟墓旁边 现在马德林已经没有了亲人 丹尼尔坚定地认为 自己的亲生父亲依然活着 然而回来却看到车上挡风玻璃 被人堆满泥土上面 还写了纳粹的标志 这也是马德林离开家到小镇生活的原因 当地人总是想尽办法 侮辱他们这样的女人 回到家却看到楼下停着消防车 家里被烧的一片狼藉 警察说火是从佛朗索瓦的床上开始点燃的 一个男人已经主动投案 但他似乎有精神病 现在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警察问你们有何深仇大恨 但佛朗索瓦也说不出具体原因 只是说两人是同学关系 警察说男人交代去年夏天 他曾和你住在这里 佛朗索瓦支支吾吾的说 他只是借助了两天而已 马德林知道佛朗索瓦一定有事瞒着自己 甚至丹尼尔都看出他们有问题 马德林终于明白 前一阵佛朗索瓦要带他们离开这里的真实原因 他拿出那份酒吧转让的报纸广告 如果真心爱一个人就要懂得去成全他 他从未提起过佛朗索瓦的难言之意 对于马德林来说 有佛朗索瓦的陪伴就已足够幸运 他们一起来到鲁托鲁 这里满大街都是美国大兵的身影 街上到处是风情万种的战阶女等待被大兵带走 凭着佛朗索瓦熟练的英语 他们很快在这里站住脚跟 丹尼尔清晨上学时 两人才下班回到酒吧后面的屋里睡觉 日子虽清贫 但两人彼此陪伴却很温暖 他们的酒吧也是这条街上最热闹红火的 直到一个黑人大兵几米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他帮马德林搬了一大箱啤酒 他还教佛朗索瓦调制鸡尾酒 他将蛋清取出和柠檬混在一起再加入一点威士忌 这是美国人打破头都喜欢的味道 他畅想环游世界 可现在他却驻扎在法国的一个小镇 他的热情和坦率很快和佛朗索瓦一家打成一片 他们一同郊游野餐 一同在酷热的夏天走入湖水中降温 这天清晨佛朗索瓦说出一个好消息 父亲将纺织厂全部交给哥哥管理 哥哥要买下他的股份 如果他同意的话会获得一大笔钱 这意味着他们马上就要过上富足的生活 然而和吉米的相处中 似乎马德林渐渐被这个活泼开朗的男人吸引 吉米也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老板娘 多年来马德林深爱着丈夫 但他们的夫妻生活却屈之可数 他知道丈夫的秘密 只是温暖平淡忙碌的生活 可以让他忘却那些烦恼 这晚美国军方突击检查 酒吧大兵的休假许可证 吉米钻进了把台 趁着军官不注意佛朗索瓦将他带回卧室避避风头 吉米喝了些酒后沉沉睡去 打发走客人后 马德林看到床上熟睡的吉米 他脱下鞋子将吉米弄醒 吉米摆弄起他的长腿 荷尔蒙的味道弥漫着整个小屋 这一幕恰巧被躲在门口的佛朗索瓦看到 吉米发现了门外的好友 他并未停下是让佛朗索瓦也进来 来吧 兄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